记者11号从应急管理部获悉 自进入6月份防汛关键期以来 截至7月11号 共有1991万人次受灾 129.8万人次紧急安置 58.2万人次需紧急生活救助 据相关数据统计 浙江 福建 江西 湖南 广东 广西 四川 贵州等25省区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共有3.4万间房屋倒塌 农作物受灾面积1761.4千公顷 7月11号晚 国家房总副总指挥 应急管理部党组书记黄明 主持召开防汛救援工作调度会议 进一步落实全国重点地区 防汛抗旱工作会议部署 据预测 未来一周南方地区还将连续出现强降雨天气 强降雨仍将位于浙江 福建 江西 湖南 广西等地 与前期强降雨区域高度重叠 防汛形势严峻 对 人类聪明 6лин leader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